周二,一名男子在德国柏林附近的高速公路上造成多起交通事故 当地检方发言人周三对媒体说 根据当前的调查,这是由伊斯兰主义推动的行为 这起事件导致6人受伤,其中3人重伤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 黎巴嫩看守政府卫生部长近日宣布 全国各地除机场之外将从当地时间21号开始实施为期两周的封锁 非洲国家马里当地时间18号发生军人滑变 总统凯塔和总理西塞被扣留在军营 19号凌晨,凯塔发表讲话宣布辞职 同时解散政府和议会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瑟姆日前宣布 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多地爆发的山火灾害 据当地媒体报道,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90平方公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